时光音乐会 这是国内很多印宗节目难以企及的高分 印宗还是得芒果再度被印证 经过首期亮相 第二期合唱以及第三期的孙乐专场后 时光音乐会2月12月30日更新了第四期 方文山专场惊喜来袭 歌手们的选曲和演唱持续高能 好评不断 12月30日晚7点半 湖南卫视时光音乐会 第二季将迎来华语金曲歌词爽西叶 歌词是歌曲的灵魂 也为歌者诸如力量 在这一期 知名作词人方文山作为庄主来到现场 时光音乐人田镇 孙乐 梁永琪 阿渡 周深 胡夏以及时光好友温蓝 刘宪华在跨年前夕现唱 纷纷带来由方文山作词的束手金曲 梁永琪选择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说 好的幸福呢 方文山表示 创作歌词的时候会迎合人们情感的最大公约束 这首歌便是符合许多人的情感状态 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梁永琪用少女音将原曲的意境扭转 唱出了女孩心碎的质问 仿佛一瞬间掉入了伤心的黑洞中难以自拔 宛如演绎了一部悲伤的电影 为了向15岁的儿子证明自己 孙乐选择了快节奏的直来直往进行翻唱 并加入了说唱元素 在演唱过程中融入了极强的个人特色 胡夏选择的歌曲是小小 这首歌融入了东方元素 他表示自己也曾有过暗恋却错过的情愫 而那个女孩在自己心中仍然是小小的模样 因此选择了这首歌 田振选择演唱方文山作词 周杰伦作曲的红尘客栈 这首歌融合了中国风元素 田振熟悉的嗓音和唱腔 把歌曲拉入了在北的意境当中 有如刚刚经历一场厮杀的女侠 在客栈小气而发出的梦意 方文山坦言 原曲的意境是烟雨江南的客栈 而田振版本唱出了大蘑菇烟纸的豪迈 作为方文山多年的好友 温蓝来到现场 用一曲蓝色语为方文山助阵 阿渡这次演唱的歌曲 是2005年红遍大街小巷的电视剧 主题曲一直很安静 他自言这是一首疗伤歌曲 周深选择了听见下雨的声音 用他清零飘渺的声线 在时光音乐会的现场 下了一场沁人心脾的冬雨 刘宪华这次在时光音乐会的舞台 也带来了特别的惊喜 这次他同样带来一首 大家熟悉的《明明旧》 手指轻弹脸颊发出的声音 制作成了水滴落地的回响 再加上BBY以及小提琴等乐器 应用音乐合成器制作成了演唱伴奏 完成了一人一乐队的效果 和音乐合成器制作成了 更多的声音乐合成器是 完全是阅证地的 受伤的演唱领株有的 也讨厚的演唱领株 也讨历株有的一切 我最想要是一切 然后再加上费有的